莉莉和米洛 露营 莉莉和米洛要去度假了 他们打算去郊外露营 露营要带的东西可不少 该拿什么装他们呢? 这里有一个红色波点的行李箱 一个漂亮的手提带 和一辆蓝色的小拉车 猜猜,莉莉会选哪一个? 米洛又会选哪一个呢? 莉莉觉得手提带太小了 小拉车足够大 可以装下很多东西 这个小拉车肯定能装很多东西 米洛更喜欢行李箱 她不仅能装很多东西 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哇,好大 露营时一定要带上帐篷 帐篷装在一个蓝色的袋子里 莉莉知道它放在哪儿 莉莉和米洛还找来一把大锤子和一根绳子 这些也要带上吗? 当然了,锤子和绳子都是用来固定帐篷的 蓝带子里的帐篷好大好重要 还好它能装进小拉车 哼哼哼哼哼 帐篷装好了 嗯,还要带些什么东西呢? 在帐篷里 莉莉和米洛该睡在哪里呢? 是睡在舒服的床上? 温暖的睡袋里? 还是小小的婴儿车上? 莉莉和米洛要睡在温暖又舒服的睡袋里 莉莉把睡袋卷起来 这样才能放进小拉车 这个樱花睡袋一定又暖和又舒服 睡袋软软的 睡觉的时候 莉莉和米洛要穿什么呢? 是暖和的厚外套 舒服的睡衣 还是温暖的毛绒帽子? 厚外套和毛绒帽子 还是留在家里吧 莉莉把花睡裙叠整齐 放进了行李箱 在美丽郊外的夜晚 穿上这件印花睡衣 一定很舒服 米洛直接把睡衣 穿在了身上 接下来还要带上洗漱用品 这里有一把大刷子 两只牙刷 一管牙膏和两条毛巾 莉莉和米洛需要带上哪些呢? 带上牙刷 牙膏和毛巾就可以了 本色的牙刷 本色的牙刷和白色的毛巾是莉莉的 红色的牙刷和黄色的毛巾是米洛的 把它们都放进行李箱吧 哟哟 哈哈 牙牙 别玩了 米洛 快点把牙刷和毛巾 放进行李箱吧 露营时 莉莉和米洛要好好玩一玩 小铲子 小筒 故事书和小绵羊玩偶 这么多东西 它们该带上哪些呢? 莉莉和米洛把玩具都带上了 行李箱被塞得满满的 小拉车也变得好重 莉莉和米洛的行李实在太多了 东西都收拾好了 莉莉和米洛总算可以出发咯 再见 大房子 假期愉快 再见 大房子 出发咯 在郊外 莉莉和米洛找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青青的草地 枝叶茂密的大树 明媚的阳光 真是棒极了 它们打算就在这儿露营 开始搭帐篷吧 帐篷有好多根撑杆和绳子 要搭起来可不简单呢 莉莉和米洛 莉莉和米洛知道怎么搭吗 莉莉把所有撑杆和绳子都取了出来 她要好好研究研究 这根撑杆 这根撑杆应该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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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说 这根安在那儿 安在那儿吧 莉莉能把帐篷搭好吗 用绳子系进帐篷 再用锤子把四周固定好 帐篷终于搭好了 莉莉真棒 莉莉快看 莉莉高兴地大喊 莉莉快看 招逢都好了 可莉莉没有回应 莉莉回头看了看 发现牙刷 牙膏 睡衣和其他东西扔了一地 诶 这是怎么回事 诶 行李箱怎么不见了 还有 米洛去哪儿了 莉莉四处找了找 嘿 原来米洛在这儿 她正躺在睡袋里 和小绵羊一起看图画书呢 哇 米洛 你把行李箱变成帐篷了 莉莉说 没错 米洛得意极了 我已经开始露营了 天黑了 莉莉和米洛刷完牙 洗洗干净 钻进了大帐篷 换上睡衣 他们舒服地躺在睡袋里 抱着小绵羊一起看图画书 忙了一天 他们不累吗 当然累了 噓 他们已经睡着了 哇 八戒 八戒 晚安 莉莉 晚安 米洛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